大家好,我是小莉。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视频右上方的推荐区。 字母i闪烁的位置。 有更多优质科技视频。 您可以点击查看。 本期视频分享。 微软正忙于通过快速发布Windows Insider构建来加强Windows 11。 在最近发布的更新中有一项非常引人注目的功能。 实时字幕。 你没有听错。 从此Windows 11将原声支持实时字幕。 这就意味着你在看电影或听音乐时再也不用为了没有字幕而发愁了。 什么是Windows 11的实时字幕? 实时字幕是Windows 11生产力功能的一部分。 更有趣的是实时字幕可以在没有互联网连接的情况下离线工作。 它被设计为在没有云端干预的情况下处理PC本身的语音数据。 在Windows 11上启用实时字幕。 要启用实时字幕。 你必须访问Windows 11的设置。 单击开始菜单。 单击设置按钮。 在设置应用程序中。 点击左侧导航面板上的辅助功能。 单击右侧的字幕选项。 在这里你会看到实时字幕的切换开关。 单击实时辅助字幕后面的滑动开关。 启动实时字幕功能。 单击最上方的下载按钮下载数据包。 系统提示当前只能在英文系统使用实时字幕。 但是随着Windows 11版本的快速迭代。 相信其他语言也会很快跟进。 切换系统语言。 再次以同样的步骤进入到字幕设置界面。 单击实时辅助字幕后面的滑动开关。 恭喜你现在已经在你的Windows 11电脑上启用了实时字幕。 播放个视频文件看看效果。 Hello everyone! Today we will show you how to use real-time subtitles for Windows 11. So you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watching movies without subtitle files anymore. And don't forget the one-click triplet. 从任务栏右下角的快速访问也可以启动实时字幕功能。 同样使用Windows 11快捷键Win加Ctrl加L也可以快速启用实时字幕。 Hello everyone! Today we will show you how to use real-time subtitles for Windows 11. So you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watching movies without subtitle files anymore. And don't forget the one-click triplet. 当字幕框在屏幕上可见时,点击右上方可见的齿轮图标,可以通过设置对实时字幕进行个性化,自由地改变字幕框的位置。 过滤犯规规言。 过滤犯规言。 允许麦克风记录音频。 甚至改变字幕的字体和字体风格。 设置实时字幕的字体颜色。 每项设置完成后,上方的图像都会显示对应的效果。 设置实时字幕的字体透明度。 设置实时字幕的字体大小,以及一些其他效果。 实时字幕的背景框,也可以设置颜色和透明度。 包括字幕所在的窗口,也可以进行个性化设置。 需要注意的是,实时字幕功能目前仅支持Windows 11 Build 22557或以上版本。 如果你也希望体验这个功能,可以注册Windows Insider会员进行在线更新。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请点赞并订阅本频道。 一定要打开小铃铛哦。 当有新的视频上传时,您会收到通知。 下个视频再见。